报宋威龙与杨颖深夜KTV聚会,副驾载有两美女,违规超载引热议。 2月20日,有娱乐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宋威龙与杨颖前去KTV聚会的视频,并爆料宋威龙副驾上坐着两位美女,疑似违规超载,引起瓜友们的热议。 视频中杨颖与宋威龙分别走出KTV,几乎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。 只见宋威龙上车后,身旁的工作人员又将三位美女安排到她的车上,不过,车上的座位似乎有些不够,其中两位美女一同挤在副驾驶上,违规超载引起网友们的热议。 有粉丝出面解释称宋威龙没有驾照,开车的并不是她,还有人表示身旁的美女是宋威龙的亲姐姐,希望大家不要造谣。 除此之外,宋威龙与杨颖的关系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重点,有人提到杨颖上次玩剧本沙被拍,宋威龙就在其中的事情。 据悉,由杨颖,宋威龙主演的相思令正在拍摄中,两人此前曾传出恋情,以至于外界对他们的动态很是关心。 紧接着,又有网友爆料出宋威龙与杨颖共用同一个经纪人。 此外,两人主演的相思令杨颖似乎也有投资,有传言宋威龙能够禁足也离不开女方的支持,但这些事情都未得到本人的回应,真实性还有待考证。 would you go?